我們現在以我們常吃的米為例 我們常吃的米有糙米、胚芽米跟金米 金米就是白米啦 那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如果今天你是糙米 代表我只有把外面的殼剝掉 就外面這個稻骨的殼剝掉 剝掉之後呢留下什麼 留下了胚乳跟胚芽還有米糠層 米糠層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你吃起來會比較燒硬一點 叫做糙米 那如果今天我把米糠層拿掉 只剩下胚乳跟胚芽呢 就是胚芽米 那我畫一下 大家對於那個米或是飯的樣子還熟悉嗎 你們今天中午吃過吃的是白米飯 它是不是長成像 唉呦 抖到了 再來一次 就是我在畫的時候 撞到你們的那個桌子啊 就抖到了啊 是不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一顆米 就是漂漂亮亮的白米 如果這邊有一顆 有點蛋黃色的東西在這裡 就是它的胚芽 就胚 這樣叫胚芽米 比較黃一點 但如果這個胚芽不見了 你們的白米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大大的白白的吃起來有點軟 有點不軟 有點Q有點不Q的這個地方 就是胚乳 所以我們吃米主要吃胚乳 那如果這邊有胚芽就是胚芽米 外面還有一些些米糠層 就是糙米會更硬一點點 那所謂的米糠層到底是什麼呢 有果皮 有種皮 還有糊粉層 糊粉層我們馬上就要教了 在植物技術就會講 然後等一下就會說到 所以你看到一顆米喔 如果你說起來是稻穀 它有果皮 種皮 糊粉層 它是一顆果實喔 一顆稻穀 是一個果實 你只是把它的種皮 跟果皮剝掉 留下了糙米 那個胚乳 或是胚芽 那這時候就是胚芽乳 或是白米 如果你的這個胚芽米 外面又加了一些些的米糠層 米糠層沒有完全去掉 留下一些皮比較硬 這時候就是糙米 糙米是最硬的 好 以上這次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什麼叫糙米 什麼叫胚芽米 什麼叫金米 你把稻果剝下來 喔 外面還有一些米糠層 這時候叫糙米 顏色會比較黃 如果只剩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它的胚還在這 那就是胚芽米 它的米糠層還會留下一些些 所以黃黃的 但如果是白米喔 如果是白米的話 它的那個胚完全都不見了 所以看起來 然後米糠層就會剝掉 只留下胚乳 那個口感就會特別的軟Q 所以一般來講 白米一定是比較好吃 但營養成分 當然還是糙米比較多 因為糙米包含糊粉層 一些種皮跟果皮 它們都有養分 尤其是糊粉層 還有胚芽 本身也有很多養分 好 以上是補充合為 糙米、胚芽米跟白米 然後要所以來看